陳時中這種台獨呢 跟民進黨 反正整個的台獨的思維就是 中國 不是台灣 台灣 跟中國是兩個國家 好 第一點記得了 所以他跟你講什麼你要記得 他其實就是把大陸變成是另外一個國家 不是我的國家 所以你看台灣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覺得大陸 中國就是另外一個國家 我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 你不要來惹我 第二個思想就是 中國是一個要侵略台灣的敵國 所以他 蔡英文就任以來 他通過的很多的法律 控制人 台灣的人的 言 行 舉止 甚至到違反憲法的層次 就不讓你活得像一個人 那我要控制你 所以我要控制你跟大陸的往來 我不能夠讓你 以前台灣就是 你不能做間諜嘛 然後你不能洩漏國家機密嘛 但你在台灣現在 很容易套一個帽子就說你是間諜 來看看最新的一個案子 會不會讓人人自圍 因為現在的很多案情我們還不知道 細節到底怎麼樣 但是從媒體上面我們得到的一些資料是這樣 有三個人 一個姓李 一個姓陳 一個姓林 調查局的國安站 他接獲密報 有人報說 陳跟李呢 這兩個人都是前國會助理 那這個商人姓林 林雍達他也是國會助理 那在2014年到2018年 你看已經過去好多年了 他透過成為人牽線 跟大陸的國安部人員接觸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扎扎實的證據 我不知道 然後他協助大陸的國安部 俠下的對台情收單位的人員 在台發展組織 又來 我現在看到發展組織這個詞 我會覺得很怪異 因為什麼叫做發展組織 來看看他具體的行為是什麼 他說 這幾個人呢 他帶了敏感的人士 什麼叫做敏感人士 因為照理講 你如果是真的敏感人士 你是去 台灣這邊是不會讓你去大陸的 但他說 新聞說敏感人士 到大陸跟大陸的官員見面 那這個我也疑惑 大陸官員什麼叫大陸官員 國台辦 他各個地方的台辦也是大陸官員啊 可是你在大陸做生意的台灣人 你就一定會見到大陸的官員啊 你怎麼會不見到呢 好 然後 好 那給了什麼東西呢 給了外交部陸委會的資料 外交部的一些資料 陸委會的 陸委會不會有什麼機密吧 陸委會在處理這大陸的事 會有什麼機密 然後還有媒體 還有國會助理名單 媒體跟國會助理名單 這 我也不懂這什麼機密 然後再來 台北地建署 就搜索並且約談這三個人到案 深夜移送附訊 並且依違反國安法發展組織罪 這個是對付新黨那個 他們那個幾個就發展組織罪 聲壓禁見哦 然後這個林擁達10萬元交保 他交保出來了 那林擁達在幹嘛呢 他2005年到2008年 他擔任立委陳靜丁 陳靜丁是國民黨的他的助理 現在是民進黨 以前是國民黨 很早以前他已經民進黨很久了 對 他女兒是現在民進黨的 七一立委叫陳秀寶 哦 陳秀寶 就你要注意哦 這個是前立委陳靜丁 他當時原來很早以前是國民黨 但後來看到勢頭不好 我就跑去變成民進黨了 來 所以你看他是綠色的領子 然後2009年這個林擁達 3月到12月 當陳淑慧的助理 陳淑慧 陳淑慧是嘉義市副市長陳淑慧 他的助理 後來就不當了 因為其實坦白講 當立委助理啊 當實際的助理 沒什麼錢 他後來就往返兩岸經商 但我不知道他做什麼生意 陳 呃這個 陳維仁是這個人 陳維仁也是2005年到2008年 擔任中南美洲聯誼會的助理 這我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然後2009年3月到11月擔任 立委陳淑慧的 是這個人嗎 是立委陳淑慧的助理 對 就他 所以他也做過他的助理 他也做過他的助理 然後再來 他呢當過記者 然後當過張立善在當立委時候的助理 大概不長兩年 那張立善那個時候是國民黨的黨團的副書記長 分配到經濟委員會 負責審查經濟農業經濟建設等等 所以你當立委的助理 當然你會看到一些資料 所以這個案子就是他給了 說交付了外交部的資料 陸委會的資料 媒體跟國會助理名單的資料 董哥 志董很平常啊 這會有什麼機密嗎 不會 我覺得一個立委的助理不會有什麼機密 不會有什麼機密啊 但是因為蔡英文要塑造一個這樣的氣氛 就讓每個人人人自圍 每個人都很害怕 因為他們 我就是像這些教的東西 就是說中國大陸有些人很有興趣 其實在台灣這是一個公開的 你其實不必去問這麼多 上網或者訂幾分報紙都有 你只要注意那些立法委員的臉書 比如說王定宇 他公布的東西都很機密 民進黨的立委王定宇 你只要去王定宇的臉書看 你都會看到很多國家機密 是 那所以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涉及 但是因為調查局用這個來 他有功勞嘛 好像他抓到公爹 抓到王秉壯 抓到周鴻夕 都了不起對不對 我以前一個朋友 他是中央社記者 他叫郭美蘭 吊他去也是馬上把他抓去 然後家裡大搜索 怎麼樣 後來 搞了他一年多 他是一個記者 然後 檢察官不起訴 因為檢察官說 你這東西 你只要辦一張會客證 不要講記者 老百姓辦一張會客證 到底有哪也拿得到啊 公開的 不要被你上網把他 run down下來也有啊 這東西沒有一樣是機密的 中央社的記者郭美蘭的案子 也非常有名 他就被搞到工作也沒了 沒有後來就沒有 什麼工作沒有 然後沒多久得腦瘤就死了 一個小女生就死了 你可以想到他的壓力有多大 可是那些半他人通通升官了 不要臉的狗東西 各位如果有興趣 你只要Google Yahoo上網寫 勾梅蘭 玫瑰花的梅蘭花的蘭 我會來做 我們下次會來做 就是一個很不了人 很不要臉的 然後去羅資罪名讓很多人升官 去搜索 羅資 然後 正常一般人 即使你是記者 突然間被調查局搜索 然後呢說我是公諜 然後弄起來 然後結果弄七搞八搞 然後中央社的工作也是很穩定的 結果沒了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媒體敢用他 因為你可能是公諜啊 然後七搞八搞檢查官說 不起訴 他那時候被不起訴以後到處去找工作 可是他名字已經先報了 照片也這樣 所以所有報社他本來 本來已經當過好幾份重要報紙 最後到中央社 中央社他跑兩岸 他當然認識一些中控的人 對不對 他跑兩岸 他跑兩岸 他不認識 他是大陸駐點的記者啊 他在大陸駐點的 他不認識中國他在跑什麼新聞 然後後來他被 等於說被不起訴以後 一直找工作都不順 因為沒有人敢用他嘛 因為報紙到 後來找了好幾年 最後 找到一份小的雜誌 這個雜誌 看到他的名字說不行 你名片必須換一個名字 好可憐喔 你不要可憐 後來就得老癌就死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些情字單位 大家都用這個在報公啦 就是說我抓到了誰誰誰怎麼樣 那要講你有還不容易 對不對 你只要認識大陸人 有照片你看 他跟他講話被我們拍到 廢話 我到你家搜索 一定搜得到大陸官員的名片 絕對有的嘛 怎麼可能沒有 對不對 你只要到大陸 你到大陸去研討會 你也會有大陸官員的名片 不要指責我 他們就用這個 所以你看到 其實台灣是 到處在羅智抓共甲 他認為只有中國大陸有匪甲 6月15號 俄羅斯 這個戰鬥民族很行 他抓到了一個美國共甲 把他判了16年 美國間諜 美國的間諜 這個間諜是陸戰隊出生的 然後他一直喊煙謙 我只是來這裡喝喜酒啊 我這裡有朋友等等 身上說出了一些 包括一些磁碟片 裡面是有機密的 然後他一直我認 全世界誰敢辦美國的間諜 美國在每個國家到處都是間諜 在台灣最多 台灣這輩子有沒有放過一件美國間諜 沒有 對啊 台灣有多少美國間諜到處是 甚至還去鼓動過去我們中 中山科學院的張憲毅去判變 對不對 他就是美國的細胞啊 是啊 所以我很佩服俄羅斯啊 我 你每天在說我們俄國派多少 間諜到你們 然後把我們抓起來 中國大陸也被美國抓了多少 喔判刑怎樣怎樣 好像美國是全世界最純潔的 齁 怎麼可能啊 是啊 美國是全世界最壞的 今天事件的動物 最主要是美國到處在挑起 各地的戰爭 好方便他們賣金火嘛 因為美國所有的政治人物 這些大咖政治人物 完全是金火上在養的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 中國大陸跟印度 南韓北韓什麼到處 其實就是美國為了賣他金火 那中東那邊更不用講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些毀碟案喔 或者共碟案喔 其實通通不成氣候 我覺得很噁心的事情是 他們很壞 就是 他知道 什麼給大陸的人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都沒有機密 沒有機密性 你看 不管是外交部的 他很多公文可能上網都可以查得到 而且任何公委如果上面沒有寫機密 你就不能夠用泄密罪 不能用間諜 陸委會 媒體名單也不是機密 這哪是什麼機密 立法院有個名冊啊 媒體每個人自己都有啊 國會助理 名單也不是機密 不是啊 因為我們要跟委員聯絡不到 我們有助理 你知道郭梅南那個案子最離譜是嗎 他說裡面還有馬總統的文告 馬總統文告他練完以後 上網就有啦 你上網查就有了